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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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颁证慰问品及红包之外 也特别关心警察同仁的身体健康与执勤和驻地安全 对警察工作的牺牲奉献表示最大敬意 并预祝所有坚守岗位的执勤同仁春节愉快 在这段期间各位辛苦了 尤其是我们的警察局 警察弟兄们 还有我们所有的相亲好朋友 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 在这段期间我们希望能够依然性更健康 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一年当中感谢各位警察弟兄 我们一己一家 还有手龙乡出队 三己资工 还有所有的弟兄们 谢谢你们的付出 那县县县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 拼出县县的好自然 好交通 好认真的所有的警察弟兄们 谢谢你们 今年七天的春节廉假当中 交通将是最大的挑战 警察局在各分局也成立了交通快打部队 第一时间来抵达雍舍路段地区 立即排除塞车情形 让县民及观光旅客 都能享有安全及顺畅的用路环境 另外春节期间警政服务不打烊 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各邪请民力 相互配合努力执行 以确保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民众爱心 共同拼出宜兰好生活 让民众平安顺遂如意过新年 宜兰新闻记者徐世民 采访报导 迎接农立春节到来 欢迎游客来午节走春 午节乡公所不仅有布置了街景灯饰 同时还特别打造了Q版妈祖 并也把传统的安排某融入牛的意象 可爱的模样吸引大家拍照打卡 而公所也特别举办点灯仪式 向大众来宣传 在乡长沈德茂主席料洗衔 先议员简松树 爱代表村长等人的共同主持下 点亮午节春节花灯 而今年的主灯 就是在地传统民俗的安排某 改由牛爸背牛妈 而另外妈祖神像 也变成Q版的可爱造型 纷纷吸引民众拍照留意 今年的主灯 希望新年回到五杰鄉 或者要到五杰鄉來禮物所有的朋友 有一個非常好的打卡環境 我帶阿公還有全家媽媽還有 我的兒子跟女兒一起出來來這邊玩 跟媽祖合照 祝福媽祖保祐大家 保祐台灣 對公所團隊的用心佈置 營造街景過渾氛圍 來歡迎返鄉遊子跟外來遊客 主席跟議員都大表肯定 所以在我們新家過年 我們最主要就是要讓我們出發去的 一些我們的地圖和包括我們一些 來我們五杰 讓我們不同的一個過年出發的氣溫 阿台灣你讓我們這裡出發外鄉 不管是客車不管是吃頭路 我們的鄉親回來跟我們五杰鄉 我們要創造我們老的一個景象 民眾有機會來到五杰鄉 不妨到公所旁的旅遊服務中心 欣賞可愛的媽祖還有創意的牛年燈飾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同樣是迎接牛年 東安鄉公所特別在公所前的廣場 打造了宜蘭縣最大隻的春牛 透過光影的投射成為東山新的門面 另外也規劃了民眾的祈福區 而且火車站市區 以及鄉內的學校社區都有布置燈飾 處處都營造濃厚的年節氣氛 在青年樂團為活動暖身後 由東山鄉各界來賓共同主持 點亮最大的春牛來迎接新年 3、2、1 哇 火力東山牛轉新機 YA 這座高5米長7米的春牛 透過燈光的呈現可以變化多種色彩 不但是公所前廣場的最大亮點 也象徵點亮全鄉的春節燈飾 包括市區、車站、公園還有學校跟社區 一支全國最高大的 最大的一個金牛 高5米長7米的一個金牛點燈 正領了我們這個春節的一個開始 那我們在我們的圖書館 東山鄉公所的後面的行政區域 一直延伸到我們的救和港道 都以我們的非常豐富的一個燈節的佈置 那我們也歡迎全國的民眾 只要坐火車 坐火車就可以來東山 來鐵頭 來欣賞我們美麗的燈節 今天是這個亮點 還要來市長 還要照亮 剛才行政區域 給我們的東山鄉 每一角度 每一川 大家都平平安 我們快快樂路 大家家家 父母 都非常好氣 非常平安 要用這個福利 祝福我們所有東山鄉 另外公所也準備祈福卡 讓民眾許下來年的願望 拍照打卡還送限量提燈 尤其今年春節佈置比賽 公所也來頒獎鼓勵 獎金兩萬元 把這樣的一個連結的氣氛跟佈置 到 延伸到我們的社區 到我們的學校 所以我們也特定地有辦理社區 跟學校的一些登節佈置的比賽 公所非常歡迎民眾遊客 來東山感受在地的熱情 還有連結的氛圍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武傑也有一隻金春牛 就設在栗澤派出所的旁邊 公所今天就舉辦摸春牛 招財前幕洗淫川的活動 而春牛的全身都是寶 邊摸邊說吉祥話 現場還送出了100個福袋 要讓大家在新春期間 可以撥個好彩頭 在麗澤老街入口處的金牛亮相 武傑鄉的幼兒園小朋友 先帶來武師表演熱鬧一下 所以為了要讓我們春節 剛才可以鄉親 有機會不能群聚 但是也是要出門了 要帶就沒辦法 沒辦法 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出來 所以我們今年 把圖騰放了很多地方 包括我們在麗澤 在拜祀所的棕樹下 有一個牛的意象 大家可以來摸這個牛 準備要迎接牛年到來 武傑鄉公所在麗澤派出所旁 設置小金牛 而且還要摸春牛 帶大家來說說吉祥話 從牛角 牛頭摸到牛身 最後摸牛角大家都會心一笑 趕快把手收回來 民城西 蒙古城 薑古店 蒙古城 你要吃百里 蒙古頭 買得去大廊 蒙古飛 賺到全國會 夢有家 趕快做阿爸 我們大家可以來夢春雨 祝福氣 祝我們平安 夢有所有的部位 都帶來你溫溫的福氣 過年的時候 人家說走春 走春 不管到廟宇 還是到廟宇 都可以讓你 人家說一年都有春 今天活動也贈送福袋給前一百名民眾 新春讓大家搏個好彩頭 帶著滿滿的福氣來過年 宜蘭新聞記者 黃竹翰 採訪報導 過年前 家家戶戶都會除舊部新大掃除 而武捷鄉公所 今天就發動了環保志工 河川巡守隊以及清潔隊 從武捷電案宮出發 繽紛多路來清潔市區的街道 希望街道在新春期節也有新氣象 幸福武捷 環保大要進 武捷鄉長沈德茂帶領環保志工 河川巡守隊 與清潔隊員逝施之後 隨即從武捷電案宮出發 繽紛多路打掃去 過年前不但家家戶戶要大掃除 連市區街道也要乾乾淨淨迎新年 你在旁邊 往前想去 來啊 這樣 哈哈哈哈 清潔的時候 希望把水 水的水 水的部分 水的部分 炒的部分 炒的部分 還有整個垃圾 請大家 都可以穿上去 夠一個好年 環保志工齊立大掃除 把落葉 垃圾 菸蒂清除掉 還有隱藏在露樹草皮堆裡的髒東西 也通通要一網打盡 而美麗乾淨的環境不能只靠清潔人員 還需要大家一起來維持 別你丟我撿 因為環境需要大家一起維持 最主要 說實在的 我覺得大家要宣導 你不要丟 因為我覺得我們撿 可是常常很多人都丟 因為大家淡淡淡 很多環境就很髒 而且平常有時候 都需要保持清潔 如果要進步 環境一定要好 如果環境要好 就是要靠我們 每個共同來努力和打拼 公佈我們的 靈靈悠閒 最重要 要好緊 也是我們民間 全體的這些職工團隊 可以到協助 到三天 回收可以換東西 我怎麼可以回收 這邊的都可以回收 你們有收什麼 我們有收乾電池 鋁罐 然後環保袋 還有筆電 另外民眾如果有大型垃圾要丟棄 可別隨意棄置路邊 公所有提供免費清運服務 民眾可以多加利用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 愛吃柑橘類的民眾有福樂 投成農會經過了十年勢眾 培育出黃金茂骨 品質更勝傳統茂骨 皮薄之多 又非常的香甜 而黃金的外表非常討喜 而特別選在農曆過年之前 跟優質統干一同上市發表 縣長林思妙吃過後 一時贊不絕口 大力來行銷 歡迎全國民眾一同來採購 縣長林思妙特別打扮成農夫 挑著新上市盛產的黃金茂骨跟桶甘 向全國宣佈 宜蘭嚴選的茂骨甘 再投成 最高品質宜蘭嚴選 投成黃金茂骨 桶甘讚 新品種的黃金茂骨 不只是金黃色外觀非常喜氣 滋味如何 縣長林思妙 分享給觀眾知道 他的茎骨跟他的茎骨都一樣 他的茎骨很甜 還有很多 還有很熱 投成農會表示 在地有林海鹽水霧氣 加上農民用心栽培 經過十年的努力 在今年終於讓黃金茂骨來上市 而優質的茂骨還有桶甘 也馬上吸引民眾來採購 作為年節應景水果 我們這裡說 因為我們木工 我們以前就有木工的部分 所以我們將它 因為這個雪地 很像我們的過年的金茂 金茂就是金色色 大家都要帶給金色色 很快樂 所以我們這裡的賦名 還有 因為金木工 我們一定 要把它推到差不多200公斤 在市井 市井的部分要推到200公斤 未來我們三年 要做到差不多3萬5千金 5千市民的 一大金都在60塊以上 所以 一般來說 一般我們的木工 大概40幾塊 都在40塊這個卡帶來 今天這邊有賣什麼 桶甘跟茂骨甘 那你選什麼 黃金茂骨 為什麼 因為我吃過很甜 特別甜 我拿去公司給同事吃 每個人都吃了超級甜的 這樣也不一樣 像在過年他用的 過年他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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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想要好吃又討喜的黃金茂骨 跟桶甘嗎 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直接向頭城農會來訂購 時間直到2月11號 除夕中午截止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來看公益的訊息 羅東維安社區長期關懷弱勢 在春節前夕 特別辦理了寒冬送暖活動 發放2000元的禮金 以及民生物資 讓118戶 維陽禮跟西安禮的弱勢家庭 都可以感受到社會溫暖 羅東維安社區在春節前夕 舉辦109年寒冬送暖 以及長照2.0的宣導活動 在社會各界善心捐款 以及捐贈物資之下 針對了維陽禮 西安禮的低收、中低收 邊緣戶總共118戶 來發放2000元的禮金 以及醬油、泡麵、臘肉 以及白米等民生物資 要讓這些弱勢家庭 能夠溫馨過好年 感受到社會溫情 很感謝我們 羅東國界的好朋友 三千年事 以前很多班的寒冬送暖 他們都非常有錢 尤其我們 我們理事長、陳昌霖、老理事長 都在一起這個活動 我們這個李鑑司 所有全體李鑑司 小夫李鑑司 我理事長 所以說 我是做議員開始 我們有辦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真有意義 我們這有辦兩例而已 小夫李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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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裡面有 小錢 辣肉 還有 紅包 還有米 還有罐頭 很多 差不多 一個 一個 七八人的名 你好 羅東維安社區長期關心弱勢家庭 舉辦寒冬送暖等關懷活動 也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換起各界能夠踴躍的加入 一起來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家庭 度過一個溫暖的好年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 採訪報導 受到疫情的衝擊 羅東正和明里 今年取消了二十多年的 獨老以及低收入戶的 歲末維爐宴 改發一千塊的紅包 跟外界所贊助的民生物資 今天統一在羅東的聖安宮來發放 總共有八十戶的弱勢家庭受惠 羅東和明里 以往在各界的贊助下 在春節期間都會邀請 每年里內的弱勢家庭一起圍爐 一次洗開二十桌 讓弱勢家庭感受到社會溫情 及過年的氣氛 而這項關懷弱勢也做了二十多年 無奈何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必須要停辦 因為在今年這個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的這個弱勢朋友 跟你們有關好 都要非常好去照顧 那公共的資源非常有限 我們希望可以集中大家的愛心 發生意欲 帶給這個社會更多更多的溫暖 但是沒有關係 漢明里以發紅包和物資的方式來替代 今天也在羅東聖安宮開始發放 包含了獨居長者 低收入戶 邊緣戶 共有八十戶受惠 好 來 新年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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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快樂 好 謝謝 這邊透過我們的新安宮和各界的資源 募集了這樣的資源 對於未來我們的收入環境比較不好的 包括低收入 中低收入 甚至是邊緣路的鄉親好朋友 給他一點點的支助 一點點的幫忙 在這個寒冬的情況之下呢 能夠過一個好年 基本上這種拋磚領域的一個方式 希望大家都能夠發揮大愛 來把我們的愛心給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希望能夠發揮大愛 持心持愛的發揮 來贊助這個活動 希望各界 各界經典來支持 而聖安宮也誠意十足 考量防疫春節不提供平安粥 但也製作平安餅和平安水 要送給來廟裡參拜的民眾 祝大家新年快樂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採訪報導 來看一場特別的展覽 宜蘭縣文生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為讓民眾更加認識台灣的文生藝術 今明兩天 在羅東文化工廠 舉辦了蘭陽的文生藝術首展 今天是熱鬧開幕 透過文生走秀跟文生的一瓶展示 要讓大家重新認識 在皮膚上作畫的畫家 宜蘭縣文生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成立於109年的2月5號 以文生藝術以及文化創意的結合為 推廣終止 今明兩天特別在羅東文化工廠 來舉辦南洋文生藝術首展 並且在街舞的精彩表演之下 接下來正式展開 主辦單位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首次將文生藝術引領進公部門的場域 藉由當代文生藝術的應用 使民眾能夠盡力不認識台灣文生藝術 各種不同的文化風貌 過去 恰意 在我們傳統社會 有很多人誤導說 文生就是小孩 過很多這些時代去誤導 說這個就是露娃 就是兄弟 點點這個思維 我們也是鼓勵 鼓勵 我們這些郭民友 能夠建立一個新的世界 這個形象 在我們的身體 來創造 很多的文生的藝術文化 繼續 這個文化 來跟本土 打破 過去 不好的 這個傳統思維 南亞文生藝術首展的活動 展覽時間為2月6號以及7號兩天 規劃了文生應用以及歷史起源的講座 動態文生模特兒走秀 靜態文生藝術展示 現場文生表演觀摩以及文生體驗諮等五大主題 讓民眾更了解文生藝術的人文風情之外 更結合了文化創意以及文生美化的應用 讓大家重新認識皮膚上作畫的畫家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銘採訪報導 社會消息來看 兩名男子在2月4號下午3點騎著兩部機車 闖入了國道5號北上雪山隧道內 而國道警察獲報後是立刻派遣了兩部巡邏車來攔截取締 兩人指稱是因為導航而誤上國道 不過經過查證 兩部機車都以口罩來遮掩車牌 國道警察仍然是以機車不得行駛國道遮蔽號碼來開出法單 另外也以公共危險罪嫌來送辦 2月4日失誤時取 於國道5號北上21公里雪山隧道內攔截機車兩部 機車駕駛公稱因導航誤上高速公路 然兩部機車均以口罩遮掩號碼 導航誤上高速公路顯示推脫之詞 本案依機車行駛高速公路及遮蔽號碼等兩項違規進行舉發 令故意騎乘機車上國道 涉及刑法公共危險罪部分 本大隊依法移送地檢署偵辦 新聞最後來關於天氣跟中央氣象表示 明天清晨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西半部局部地區早晚氣溫偏低 各地是夜溫差大 而全台各地大多數是晴道多雲 只有東南部地區有零星的短暫雨 提醒民眾要特別注意 繼續來關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行 明天野地區是晴食多雲的天氣 五菜將有距離預算十百分之十 七月之十六到二三 你直接將關心明天的月期下 以上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劉耀真 感謝您的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學再會